根据一项最新调查,加拿大人已经连续6年把偿还债务列为自己在新年的第一大理财目标。 根据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CIBC今天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, 有26%的加拿大人表示,2016年无论自己收入如何都要首先还债, 但帝国商业银行也警告说,加拿大人富有高额债务,意味着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。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副总裁Kristina Kramer表示, 加拿大人每年都要说偿还债务,不过年年如此, 说明不少人偿还的大概并不如自己预期那么多。 根据统计局的最新数据,加拿大人的债务与可支配收入比现在高达163.7%。 最新的官方数据还显示,加拿大人的债务上升速度超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。